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宝可梦卡牌游戏的手机版 正式登场了 那当然刚开服 对不对 我们就今天要给他来爆抽100抽 那目前官方开服的时候 有开放的这个卡包 主要是最强的精英 那有分三个卡包 有超梦的卡包 以及皮卡丘的卡包 还有这个喷火龙的卡包 那在超梦的这个卡包里面 我们最主要 当然就是要抽这个超梦 那超梦的话 最好是可以抽到金卡 对不对 还有这个耿鬼 那在皮卡丘的卡包 其实最主要就是抽皮卡丘 那皮卡丘的话 最好也可以抽到金卡 那在喷火龙的卡包 其实最主要的 当然就是要抽这个喷火龙 以及火焰鸟 那最好的话 也是可以抽到喷火龙的 相关的动画卡 或是金卡 既然刚开服 对不对 我们就绝对要给他抽好 抽满 抽起来 所以直接给他爆抽100包 看看我们这次 可不可以直接全图件 或是金卡连发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啦 那我们的前十抽马上就开始 那直接十连抽 先抽这个喷火龙的卡包 那先看一下 那个这个旁边的话 其实他没有金卡 或是金星卡 这个感觉 所以应该就是没中 第二包其实也是没有 抽到了美露坦 那美露坦呢 目前刚系的宝可梦 还不知道这有怎么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包 第三包的话呢 有一个卡 我抽到凯罗斯 凯罗斯呢 我抽到的是这个 一星的这个凯罗斯 虽然还不错 这样是第三包 我抽到一个一星 那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第四包 第四包的话其实也还好 然后第五包的话呢 有一个卡感觉有点特别哦 抽到了狐帝 那但是狐帝的话 应该是属于超能力系的啦 那但是我现在抽喷火龙卡包嘛 还是希望可以抽到这个火系强一点 抽到一个一星的烈焰码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继续来抽 抽这边的话 有一个感觉怪怪 刚抽到美露塔 那这边又抽到这个美露煤坦 算是刚好组合在一起 那我们这边呢 目前的话 还没有开到喷火龙 也还没有开到这个火焰鸟 好 那这边抽到了 抽抽花呆呆兽 刮头娃 那这边的话 我们第一个前十包已经开完 那这一次呢 目前是累积到了180张 那我们马上来看第20抽 第20抽呢 一样也是来抽我们这个喷火龙的卡组 那这边第一包开起来呢 也没有那么好 那这边有一个闪闪的 抽到了一星的这个呆呆兽 帅也不错啦 有抽到一星其实就给赞 这边有一张卡 特别的感觉 哇 抽到了二星的这个怪力 而且这个怪力 哇 这个二星的怪力真的是超级帅 那其实怪力呢 其实也蛮适合用在 格斗系的这个套组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去 这边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很好 那我们这边抽到了凯西 但是有一个 我们抽到了一星的小火龙 那一星的这个小火龙呢 其实真的是蛮可爱的 好 那这边抽到火口龙 所以刚刚小火龙有火口龙 那现在只差什么 就是喷火龙 抽到了火焰鸟 那也算是喷火龙卡包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卡组 算是有抽到 好 那接下来三十抽呢 我们改抽这个超梦的这个卡包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抽到超多的超梦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那这边抽到了化石翼龙 化石翼龙的话 我个人觉得目前的话 应该是暂时还拍不上用场 如果有抽到超梦的话 那目前的话是还没有开到超梦 这个目前看卡边呢 也是白白的 也是没有超梦的这个感觉 抽这边抽到了迷你龙 那就差这个哈克龙跟快龙 就有凑齐了对不对 然后抽到了独角犀牛 呆可兽 群儿小姐 这边也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侧边 哇 这边也没有看来这个 第一次抽这个超梦礼包呢 感觉没有非常的好 不过这边有一个呢 感觉是有点特殊哦 哦 抽到了沙奈朵 其实沙奈朵呢 也是如果你今天要组这个超梦卡组的话 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今天有超梦 没有沙奈朵的话 那你的超梦呢 算是半残了一点点 好 那这边已经累积到了250张了 那我们第四十抽呢 继续来抽我们这个卡包 连续开十个卡包呢 其实真的就是非常的爽 那个动画还有那个声音 对不对 听起来呢 就是特别的这个舒畅 好 这边抽到拉鲁拉斯 那拉鲁拉斯呢 算是这个沙奈朵的第一阶 哦 那你有沙奈朵 一定要有拉鲁拉斯 一定才可以慢慢把它进化 那我们还插他的第二阶的卡牌 就可以把这个完整的沙奈朵 给它进化出来哦 好 这边抽到了毛病羊 那超梦呢 还是没有登场 这边有一个卡 有点特别哦 我们来看一下 抽到了一星的妙蛙种子哦 哇 还不错 还不错 有一星其实就给赞 然后这边有一张卡哦 又抽到了一个沙奈朵 好 那我们继续来抽 究竟这一次有没有机会抽出 我们的超梦呢 是还没有 有一张卡有点特别哦 快龙后面是超梦 哇 我们这边抽到二星的超梦 哇 这个二星的超梦 真的是特别的帅啊 感觉二星跟一星的差异 就是二星的这个卡牌呢 它好像特别会凸起来一点点 那这一次呢 哇 最大的收获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卡包 我们抽到了二星的这个超梦哦 直接可以跟我们这个 沙奈朵来做个搭配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也抽到了 大概是300张啦 好 第50抽呢 我们继续来抽这个 超梦的这个卡包哦 好 那我们马上来看 有没有办法呢 我们来抽到再来一支超梦 对不对 或是沙奈朵的这个二星 哦 这边的话呢 其实就没有哦 这边看这个卡边呢 也是白白的 好 那这边抽到了这个 泡沫隶属 那也不是那么好了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妙蛙种子 不过我们刚刚有抽到一星了 对不对 好 独角星庭 有一张卡好像有点特别 我们抽到了这个多边兽一星的 哇 这个其实也不错啦 有一星其实就给赞 好 这边好像有一支 哦 我们抽到了一星的卡拉卡拉 也不错哦 也不错 有一星呢 其实就给赞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边的话呢 是还好 哦 这边有一支 有一支比较特别的 我们抽到一星的快龙了 所以我们刚刚有抽到蜜龙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抽到一星的快龙 那不过快龙我觉得它比较麻烦是 它要有水性能量跟这个电性能量 好 那我们目前来看下去 第六十抽呢 我们一样来抽我们这个超梦卡包啦 好 那我们超梦卡包 这六十抽 有没有机会来抽一个动画卡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哦 好 那这边的话 哇 这一包真的是也有点悲剧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哇 抽到了齐鲁立安 那我们的沙奈朵算是正式的这个成型了 好 那这边的话 哇 这一包也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只好期待下一包啦 下一包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夺边兽一星又抽到了一张 不过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有抽到了 所以这一支的话 应该就是之后拿来做这个合成 好 那这一包呢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好 这一包哇 有一张特别的不一样哦 抽到了妙娃花的EX 所以我们有抽到这个 一星的妙娃宗旨的对不对 那这边抽到了妙娃花的EX 这边抽到了极动鸟 可惜它不是EX的版本啦 或是一星二星的 好 那快龙一星又来一张 第七十抽呢 我们继续来抽我们这个超梦 刚才有一包特别的亮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看到 你们没有看到 如果没有看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直接来揭晓 好 那我们这一个呢 这个是百变怪异星 那百变怪异星的话 目前我也是还不知道 百变怪该怎么使用 不过这应该会研究一下 连续抽到两支百变怪异星 那到时候应该就拿来合成一下 好 这边的话抽到了 沙奈斗又再一张 沙奈斗这样的话 好像已经抽到三张了吧 也是可以拿来合成 哇 这一张 这个卡包有点强啊 这个卡包是抽到什么 超梦EX 所以我超梦呢 现在已经抽到了两张了 所以等于说到时候我的超梦牌柱 算是差不多成型啰 那我的卡拉卡拉呢 又抽到一支异星的 凯罗斯 拉鲁拉斯 大前蟹 穿山鼠 妙娃草 好 那我们继续开 目前还没有抽到金卡 或是动画卡 第八次抽呢 我们继续来抽我们这个 超梦的这个卡包 哇 有一支 欸 是嘎啦嘎啦EX 哇 其实嘎啦嘎啦EX呢 也是满强啦 满可以使用的 它可能可以跟怪力来做一个搭配 这边抽到了异星的这个大笔鸟 也不错 开一个图鉴 因为目前的话 其实我也还没有异星的大笔鸟 没有话花又抽到一支 不过这一支呢 不是异星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抽到了异星的多边兽 所以多边兽异星呢 也算是抽到了第二支了吧 这一包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好 这边再来开一包 这边也没有那么好 好 那马脑水母 哇 这一包好像有点猛啊 超梦EX 再来一张 哇 这一次的话 哇 超梦狂喷啊 我这次的这个超梦 超好多支 还有另外一张的 哇 抽到了超梦EX的重点 是三星的一个动画卡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个动画究竟有多猛 哇塞 太帅了吧 如果有抽到动画卡的话 才会有特别的动画 那目前的话 刚推出这个最强的精英卡包呢 里面只有三张动画卡 分别是超梦 皮卡丘 还有喷火龙的版本 那不知道你们目前都有抽到吗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或是炫耀一下 哇 这个超梦的逃出来了 哇 真的是太帅了 真的是太帅了 哇 这次这个超梦卡包 我个人觉得算是收获满满的 也是还不错的收获 好 那后面呢 就给他随意开了 这边又有一支特别的 抽到了这个大针锋 好 这边的话 拉伍拉斯又抽到了一张 还不错 哇 这次最大的收获呢 当然就是抽到了 这个超梦的这个动画卡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哇 真的是特别的帅 他逃出了这个 他的这个枷锁 对不对 哇 好 这边也抽到了500张 500张的时候 开出了这个超梦 对不对 哇 动画卡太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抽一下这个皮卡丘的这个卡包 那我们来看一下皮卡丘的卡包 我们是不是可以好一点 直接抽到皮卡丘的金卡 或是皮卡丘的这个异星 或是皮卡丘的EX 我们来期待一下 目前开起来这个皮卡丘的卡包呢 好像是感觉是有点悲剧 有点悲剧 这个感觉是直接丢水沟 不过也有可能把这个运气 全部用在这个超梦卡包 因为其实抽到了这个动画卡 哇 真的是太爽了 真的是太爽了 这个皮卡丘目前的这个卡包开到现在呢 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如意 不是那么的如意啊 有点悲剧 不过这边抽到了异星的地鼠 那我们第90包呢 其实也已经开完了 抽到了异星的地鼠 那我们第100抽的皮卡丘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100抽我们来抽皮卡丘 能不能中个金星皮卡丘 或是动画版皮卡丘 或是说异星的皮卡丘呢 这边中到了一个三合一磁怪 还可以 三合一磁怪其实还用得上 哇 这边抽到暴雨龙 可惜不是异星的或是EX的版本 尼多王 尼多王也抽到了 雷秋 雷秋其实也是可以用在这个皮卡丘卡组里面的 还有雷电兽 哇 小霞 小霞非常重要 无论你今天是要抽这个水系卡组的话 小霞算是一个百搭 大眼神鲤鱼王皮皮白矮丝 哇 这边这个第100抽的这个卡包 目前还没有出异星的 也还没有出EX卡或是金卡 感觉有点小惨 好啦 那我们第100抽算是抽完咯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抽了100包 那喷火龙卡包我们抽了20包 超梦卡包我们抽了60包 皮卡丘卡包我们抽了20包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每个卡包 我们都已经开出了哪些东西 首先的话是喷火龙卡包抽了20包的部分 我觉得最好的应该就是这个二星的这个怪力 以及我们抽到一个火焰鸟 火焰鸟虽然不是抽到一个一星二星或三星 但是这个火焰鸟EX其实已经够用了 那这个火焰鸟其实就是喷火龙套组里面 非常需要的一张 那我另外还有抽到一星的凯罗斯 一星的猎眼蟒 一星的呆呆兽 还有一星的小火龙 小火龙这只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棒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超梦的卡包 超梦的卡包 这次抽了60包 算是收获满满 我最主要的应该就是抽到这个 超梦的这个动画卡 真的是太帅了 当那个动画真的是做的 哇真的是非常的看 都是赏心悦目对不对 还抽到一只二星的这个超梦 另外也抽到了EX版的这个超梦 另外也有抽到这个一星的快龙 一星多边兽 还有一星的百变怪 一星的妙花种子 一星大饼鸟 一星卡拉卡拉 还有EX的妙花花 以及EX的嘎啦嘎啦 这次60包的这个超梦 我个人觉得收获算是非常的不错 那皮卡丘的卡包呢 我抽了20包 皮卡丘的卡包的运气就没有那么的好 这20包呢 大概就抽到一个一星的这个地鼠 所以那就再接再利 之后呢 可能火力可以多集中在皮卡丘卡包上面 那不知道你们这一次这个刚开服 你们有没有狂抽猛抽爆抽 以及你们目前最好的卡片是哪一张呢 都欢迎在底下的人哦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讨论讨论哦 那谢谢你看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掰掰